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小道消息分傳 後黨干政 後患無窮 他們決定中國未來 當習離開政治舞台時 有人策劃 武裝暴動 用胡耀邦長子上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4月9日 星期二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和動態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小道消息分傳 後黨干政 後患無窮 近日 海外中文媒體突然傳出 習近平可能在三中全會上 將彭麗媛提拔到政治局的小道消息 作家顏纯鉤在臉書撰文說 在政治黑暗時間 小道消息往往是政壇內幕的風向鏢 所以也不可不當真 習近平啟用彭麗媛是受毛澤東啟用江青的啟發 證明習今日的處境與毛當日的處境差不多 都面臨自己的政治生涯與歷史地位遭遇滑鐵爐的終極困境 習近平表面上大權在握 但除了幾個明著就不以外 王滬寧 韓正 趙樂際都算不上心腹 加上李強辦事不力 政治局常委去了一半有多 至於政治局委員也各有派系 互相傾訝 心不能往一處使 當此國內外形勢一面倒的困境 啟用彭麗媛在身邊 隨時將他的意志向有關人傳達暗示 威逼利誘 游走最高層 為習近平分憂 當然會比較順手 如果今日中共還形勢大好 趁習自己聲望最高時 把彭麗媛推出來分享他的光環 那在黨內與民間引起的反感 尚不至於造成太大損害 但今日中共內外交困 正交頭爛額找不到出路 依中國千年皇權慣例 現在正是習近平下罪及兆 向天下百姓悔過自新的時候 偏偏在這種時候 無端把自己的老婆提拔到國家最高層級的領導地位 那莫非是嫌黨內反對聲音太小 民間詛咒不夠惡毒 彭麗媛毫無從政經驗 一旦爬到高位 一定有意幫政壇小爬蟲去巴結他 通過他的關係經營升官路 彭麗媛也會急於經營自己的政治勢力 那樣很快會在中共黨內形成一個後黨 正如當年的江青 這個後黨一定都是治國理政無能 而爭權奪利出色的小人 一批仗勢欺人沒有底線的無恥之徒 這群後黨樂中於角勢 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 只會引起黨內更多紛爭 更多對立與內耗 習近平想借彭麗媛來幫自己解套 結果事情上的角索越套越緊 女人有政治野心是很可怕的事 一旦佔據高位更可怕 因為女人更喜歡弄權 更任性 更狠毒 看看江青與葉群便會明白 彭麗媛進政治局 中國政局就更不堪了 如果這個傳言是假的 那證明習近平有心無力 如果這是真的 那又是習近平給自己挖的一個坑 只是這一次 她不可能再繞道而走了 他們決定中國未來 當習離開政治舞臺時 經濟學人的最新文章認為 那些與毛澤東並肩作戰的人的後代 也就是紅色家族成員 在選擇北京的下一任統治者方面 還會具有很大的發言權 中共的宣傳負責人給予表明 習近平屬於紅色貴族 美加財經引述文章說 當習在2012年掌權時 許多觀察家將其描述為太子黨崛起的象徵 習近平成為黨內最有權力的機構 七人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之一 當時常委裡有四人可以說是太子黨 這個比例從來沒有過 如今在政治最高層的情況已截然不同 2022年改組後 習成為常委會中唯一的太子黨 他似乎不想許那些可能挑戰自己的出身的人分享權力 但太子黨仍有可能決定中國的未來 他們仍然滲透在國有企業和金融公司的管理層 以及軍官階層 在這些機構中 家族關係非常重要 權力是通過正式機制傳遞的 但源頭往往比較模糊 涉及到與血緣相關的網絡 這具有重大影響 當習近平離開政治舞台時 紅色家族將擁有財富 聲望和軍事關係 這使他們能夠塑造下一任領導人 下一任中共的統治者可能不是太子黨 但紅色家族可能是國王的締造者 習近平的高壓手段 至少激怒了一些曾經支持他的太子黨 僅僅因為習近平將他們排擠在外 就宣稱太子黨沒有政治前途是錯誤的 關注這個群體有三個很好的理由 首先 自共產黨執政以來 革命家族一直都很重要 第二個原因是 家族與單個對手不同 是不可能被消滅的 太子黨可能已被習近平擠到一邊 但他們的財富是他們擁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力 太子黨重要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們的人數 當接班迫在眉睫時 政黨結構將參緒決定結果 有人策劃 武裝暴動 用胡耀邦長子上台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 當時與紅二代各派關係還可以 但隨著習近平權力越來越大 他近年已逐步把紅二代邊緣化 甚至直接拿下 比如曾直言批席的房產商任志強被判18年重刑 反習的太子黨領袖人物劉亞洲已確認被判無期徒刑 劉少奇之子劉源也早已被邊緣化 獨立時評人士蔡勝坤4月2日在海外X平台發文表示 在18大權力交接前 習罕見隱身 主要是尋求所有紅二代的支持 習和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單獨見面時 胡興志勃勃提了許多政治改革方面的建議 但習說 大哥高看我了 我就是手手攤子 幹不了這些大事 自此之後 胡家跟習家幾十年的互動關係就中斷了 本身也是紅二代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旅美政治學者王君濤4月7日表示 胡習兩家到現在 表面上關係還不算破裂 兩家關係不錯 習近平上台前隱身半個月 就住在胡家 而且到現在兩家關係也不錯 王君濤提到 幾個月前 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一個小兄弟到海外來 特別要跟他和魏京生見面 在談的時候 提到習近平和胡德平 此人表示 胡德平跟習合不來 但是不會成為敵人 胡德平曾疑似卷入一樁武裝反習大案 2023年8月15日 中共國安部在微信公眾號發布一起就案 稱在2016年 雲南某個學校的退休幹部紫蘇 長期在網絡上發表反動言論 還主動聯絡境外敵對組織骨幹成員策劃從境外購買武器 在境內招募所謂的趕死隊 通過暴力行動推翻國家政權 妄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 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 後於2021年4月獲釋 在公開信中 此訴呼籲習近平下臺 推舉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新的總書記 外界未能確認 是否所謂的搞武裝暴動就是庸胡 但這引起一些評論人士聯想 認為這是習嫉恨胡德平的原因 請進一次 barely沒問題 阿喜 你 什麼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